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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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腰痛這件事大家不得不小心 因為我那時候發現我自己有腎臟的問題 真的是因為腰痛 後邊對不對 我是在左 因為我是左邊的腎臟嘛 是 所以我是左後方這裡 腎臟是兩顆嘛 對 然後那個感覺就是有點脹脹的 對 痛痛的 熱熱的 然後酸酸的 對…的感覺 然後你自己摸 其實你左右兩邊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對 在腰帶的那個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真的以為我自己是扭到 我還去樓下按摩 然後要做油壓 後來是那個阿姨就摸摸摸說 你這個沒可能扭到 你這個就沒有運動 怎麼可能會扭到呢 對… 然後她摸摸摸 然後看一下她就說 我覺得你左邊比較脹 我們先說所有的女性幾乎她 常常會感覺到水腫的都是Mess來的時候 對 還有你站久的時候 還有晚上睡覺前喝水 重力自然的 就會到我們的下半支來 所以到家裡已經把腳踩高 那看看現在才知道 看完之後 每一個小孩就回流回來 就回流了 對… 這是我們正常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是 如果是有病態性 所謂的急性腎臟發炎 是 第一個我們要考慮的是 泌尿道感染 我相信女性也常常 幾乎每一個人都有這個經驗 頻尿 對 尿尿會痛 一直動不住 去上 上一點點又上不出來又痛 一出來坐在外面 15分鐘20分鐘又想上 要頻尿 最後更厲害的是 緊不住 想出來 有時候咳嗽有時候等等 就又滲出來 體重物也滲出來 這個時候 都是所謂的 通常是尿道以外 尿道很短 男性也會 男性的尿道15公分 17公分 女性是只有5公分 所以女性當然比較容易 成為尿道員 但男性也有 那等尿道員的時候 就頻尿不舒服 再往裡面就是膀胱了 對… 膀胱發炎 很多大腸桿菌 就跑到我們的膀胱裡去 一個晚上八個小時 可能從一隻 就變成百萬隻了 長這麼快啊 細菌就會 滋生一倍嘛 你就去用算數給它算 他們生小孩生比我們快 然後二的十幾次 計算機都按不出來了 對 就百萬 所以就會開始 隔天早上就出現症狀 如果再不去注意它 不去用藥 不趕快灌水 不趕快把大腸桿菌排出去 繼續往上 就會到腎臟裡來了 這個時候就會引起 可能我們腎臟的功能 就會失去平衡 對… 水腫就更厲害了 對… 而且我們剛剛講的 眼睛的水腫 半夜起來尿尿 這個都已經是 整天都在尿尿了 而且腎臟會引起發燒 急性腎臟的發炎 這當然是很嚴重的 像減肥結食也會 腎也會不好嗎 那我想減肥結食 是因為吃很多不好的藥 減肥藥 這個原因 或者是說因為你減肥真的是 食物上太不夠了 我們身體上吸引進來不夠 我們身體只好一直調整 會造成我們急性腎臟的負擔增加 對… 而且有一些減肥藥是 有那個利尿劑或什麼的 會變成腎臟的 對啊…長期使用 就會造成我們電磁石的平衡 失去平衡 就會引起急性腎臟發炎 當然如果急性期的時候 可能尿很多 可是在尿量的多少 明明不表示腎臟功能 一定是有相對的比例 所以我們最好的方法 還是的酬血檢查 那請問一下羅醫師 你那邊也有一個案例 就因為這樣的一個症狀 而到後來變成一個嚴重的腎臟病 對 我們提到這個水腫 其實我們一般民眾 還是會想到跟腎有關 的確在這個台中 有一位高中生16歲 他的身高170公分 然後體重原本是64公斤 那結果他因為 這近期就是感冒了 然後吃了消炎藥怎麼樣的 也不知道他什麼體質問題 結果他發現了 就是他短短的三個禮拜 胖了20公斤 就變成84公斤 這是實際案例 結果去檢查才發現叫做 局部性腎絲球硬化症 那他這就是腎病症候群的一類 就是說他的油漬壞掉 結果去檢查 他說平常就看見 他胖的是20公斤 他覺得都是水腫的感覺 而且很容易喘 最主要發現他的尿很多泡泡 而且久久不會消散 對 所以就是 結果發現他就是屬於 叫做水腫 然後還屬於蛋白尿 然後加上低白蛋白血症 就是說他血裡面的蛋白質 都流失掉了 這叫做腎病症候群 對 所以我們有水腫的時候 你不能只認為那叫做 姿態性的水腫 第二個我們來介紹 這個過度減肥的 也是滿嚴重的狀況 就是說假設你發現你憑尿 腰痛 那你也可能要懷疑 你是不是腎臟有一點病變 那因為 彰化有一個 就是我們的產後的媽媽 32歲 然後身高165 也是滿高挑的 可是體重只有47公斤 對 產後三個月他回復得很好 為什麼回復得很好 他告訴他自己 他三個月內要回復 他從67要回復到現在的47 對 短短三個月他瘦20公斤 對 他就是節食過度減肥 對 結果他什麼症狀 他就覺得很容易皮尿 很容易腰痛 尤其站的時候 就覺得下腹部醉醉髒髒的 腰痠背痛 然後一直跑廁所 去吸一看 結果得到什麼病呢 叫 就是因為發現他就在這三個月內 過度減肥 讓身體的脂肪快速消失 腎臟呢 右邊的腎就掉下來7公分 掉下來7公分 對 因為他快速減肥 腎臟沒有周圍的脂肪組織保護 就掉下來了 對 他就跑生 他感覺腰痛 對 跑廁所 然後甚至小腹醉醉醉醺醺醺醺醺醺的 叫做腎油梨 這個病 所以說也不能急速快速減肥 對 這也會造成的 所以我們就是說你有腰痠背痛 有皮尿有水腫都要特別注意 所以有這些症狀都要小心 那羅醫師來就救我們 我們一般日常生活裡面 要怎麼來保護我們的腎 對啊 好好吃喔 真的 對 我們強調這個補腎五色粥 就強調均衡飲食 尤其是要以蔬菜水果 少鹽 少油 少糖 對 那這裡面的中藥材 中醫的補腎 一般來說是跟補氣補血 促進微循環有關 那補血 我覺得我們國人都知道 就是當歸片 對 然後這個像熟地的叫黃金 那當然跟那個 就不是那個黃金的 名字都一樣嗎 精神的金 黃金 黃金 玉竹 不是玉竹 他叫玉竹 知音補血的 對 那我們當歸是益氣養血的 黃金也是補氣生血的 對 那我們在這些食材類的 我們就用一些五穀雜糧 我們多鼓勵糙米 對 真的糙 然後這山藥 山藥很多澱粉膠質的 滿好的 然後我們就青色的小黃瓜 紅蘿蔔 香菇 金針菇 這都可以 那這邊都是屬於比較 食材比較偏寒的 我們加一些薑絲 我們來電鍋給它煮 然後煮稀飯 對我們的一些 身體的免疫力 對我們一些抗老化 抗衰老都滿不錯的 彭彭跟妳說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而且它有那個 當歸跟薑的味道在裡面 所以好香 而且就好像是熬過的 雞湯的香味 對啊 羅伊心也熬過的都沒加 沒有加肉湯 因為我們就是 掃鹽 掃油 掃糖 很棒 那我想秋冬天 我們這些要燉的食材地 會很多 但是還是強調 蔬果要有 這些膳食纖維 對我們排毒啊 吸附我們一些油脂 是滿有幫助的 沒錯 對 你看我在吃的時候 我就覺得 對我的腎有交代 我要輸入一些營養給你 之前把你用太多了 一定要還給它 你要用地勢力 跟它講說 我有在照顧你 對喔 你不要再出問題了喔 沒錯 而且如果以糙米來講 糙米比精米 就多了膳食纖維 菲花蜜 還有植物性的蛋白質 那什麼人都能吃嗎 糙米是什麼人都能吃嗎 糙米是什麼人都能吃嗎 我相信應該是啦 但是我相信 很多人一開始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調整回來 因為從小就吃精米長大 對… 糙米比較難吃 比例上來 對糙米先十分之一嘛 對… 慢慢增加比例嘛 沒錯 還有剛剛講到五穀雜 對啊 我的名字就是叫做臨清國 沒有 沒有 到這裡 我爸我爸以前就說 你才能吃的 所以羅伊斯推薦的這個 蘇菜水果 羅伊斯推薦這個粥 其實真的不錯 因為其實吃起來呢 熱量也不高 然後口味又非常好吃 而且沒有中藥味 真的 然後順便可以幫我們的身體 做一個排毒 然後照顧一下 我們平常被我們操勞 過度的肝 肾 也提供給觀眾朋友 做一個參考 最後我們一起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那我們就知道老闆 不能對員工太科 而您就是身體的老闆 五臟六腑 辛苦的為您動作 小心 沉默的器官在抗疫 一起來愛護我們的 心肝保護 沒錯 而且現在照顧身體 這種話題 絕對不是老年人 或是年紀大的朋友 才要注意的問題 很多年輕朋友 都要提早提供 像彭哥二十八歲就開始 對 那也祝福所有的觀眾朋友 今天也謝謝大家 謝謝 加油 加油 加油